进口的巴西蛋先前遭到质疑 放了整整四个月 恐怕已经过了保存期限 台东蛋品今天发出的声明坦诚 进口鸡蛋误标了效期 已经主动的全面回收下架 绝对不会流入市面 从不同的国家进口鸡蛋 都会根据当地的鸡蛋的包装厂 取卧厂以及它的运输的条件 而有所不同 那以巴西进口的鸡蛋来说 它的有效期间是120天 那今天美女所报道的 相关的这些鸡蛋标示的一个问题 那据我们了解 它的鸡蛋的进口是在 5月25号到5月27号 那它的有效期间是在 9月24号到9月27号 换句话说 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巴西鸡蛋 都是合格安全在有效期间之内 那业者的标示错误的问题 那据侧面了解 业者在今天也已经自动下架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